我有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 任个人都拦不住 谁都不好使 因为我唱歌 我直播 我认为已经能赚点钱了 设备都 我看都弄完了 你咱去瞅瞅那些设备去 瞅瞅吧 这个麦克风是静好的 这个比我那套音响多贵 我那套花了八千 这个一万多 今天来相亲的54岁马大哥 有个非常美好的愿望 不是梦想 那就是当网红 就想绑一副婆 能给他刷个火箭 带他一飞冲天 既然都说到这儿 那就给我们展示两句吧 都说红层恋情很取迷 都说茫茫人海很难相遇 都说经历过风雨 走到一起 相互搀扶一生 真的不容易 瞅瞅大哥 这斗志昂扬的惊喜神 自正腔圆 自带节奏的浑浑嗓音 只要稍加指点 将来成为明日之子 那绝对指日可待啊 这哥等大哥出名了 再听也不迟 咱们先来了解下 他的情感经历 大哥有两段婚姻经历 第一段 前前期冷漠无情 大哥宽容以待 两次大病都没管 第一次是扁脑底做手术 他妈没给拿一分钱 当时孩子哭了 给家吃东西一个月 那时候养出租车呢 又过了几年 五年吧是四年 我正开出租车呢 然后我滚了给打电话 爸爸我哥妈抬不起来了 我看孩子说我拽摄了 哥们都完成那个医院 又看了又花了两万块钱 他妈一年都没给拿了 我给完了打电话 问我钱够吗 问我钱够吗 电话挂我就挂了 说孩子从小没有摸 都怨我 大哥打我 说我 谁让你把他放走了 第二段 前妻不守复道 大哥一言胸怀大碍 心想哎呀老老了 老来得知 哎呀这我就扶了 说完以后呢 他劝了我 你把房子把它卖了 把房子卖了 住在他家 卖了他家吗 完他拿回卡 通门去取钱 取好几回 我俩还一直分局 我朋友说你做DNA吧 做完了 灯下大白了 我不是孩子亲爸爸 我哭得跟我姐说的 我说二姐 我说孩子不是我的 我说你 我说你得赔我钱呢 我说养孩子 我花这么多钱 我请三年保姆 一个月六千 我不能给别人养的 你们跟别人生儿的 往来我养 任何人心里也不能平衡 我找的律师 起诉他了 完了跟他要 那个三十五万 我没给他多那要 我去他也没 他上班了 这会儿 就赔我了 我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 最后就同意了呢 我心软嘛 他那个一哭 大哥想哭就哭 说收就收 能做到收放自如 怎么也得参加 奥斯卡拿的小街人回来啊 话说还真是当主播的料 虽说回忆总是痛苦的 好在大哥有个宽广的胸怀 对过去已经冰湿前嫌 如今终于苦境安来 为了帮老爹实现梦想 大哥唯一的亲生女儿 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我看我找的像北京 贵啊 一截克八百呢 一截克是一个半小时 孩子准备要给我拿一万块钱 你让我去 我就感觉自己 都不在调整 整领八百过日的人 你得奉务得大岁数 一听进修 还以为大爷兜里 有不少的家底 结果竟是让闺女掏钱 前来乡亲的大姐那脸 瞬间拉得比鞋拔的还长 不是说我从我自己兜 我拿出两三万块钱 我去进修建 你得涉及到姑娘 给不给你拿 就是所说就伸手牌 在一个虽然女儿 给拿鞋 但女儿就像一个 做到不容易了 还有那几句歌词 就那歌词 你应该能听过的 你看啊 这些年底不容易 我真能告诉你 是不是 就这么两句 人活得不容易 太阳都晒屁股了 该醒醒了 这还是自我感动型的呢 实在做不下去了 大姐 直接找了个理由 匆匆结束了这场相亲 而红娘也相当给力 随后又给大哥找来了王大姐 为了相亲成功 红娘决定提前给大姐做个思想铺垫 你觉得唱歌在你一块算不算是加粉像 一般 不太感兴趣这个事 一般般 那是感觉唱歌这个事 就是不是生活里的一部分 是吗 对对对 我就刚才都说了 就算 就算不用分开好好活 日是啥的 看来要凉啊 听说大姐对唱歌这块完全不感冒 整得红娘心里七上八下的 那么现实主义的王大姐 到底能不能跟理想主义的马大哥 擦出爱情的火花呢 小时候爸妈牵着我的手 那时候的我连路都不会走 童年记忆虽然什么都没有 可心中只有快乐没有忧愁 好 行 谢谢 好了 如今长大是处的游走 为了生活很少在家逗留 出一羞舍 很少牵爸妈的手 爸妈不要伤心把泪流 小哥一唱 整得大姐顿感万马奔腾 赶紧说重点啊 到底能赚多少钱啊 可大哥东扯葫芦西扯表 就是不谈钱 看着大姐的脸越拉越长 大哥决定给大姐鲜花张饼 我现在有一个人要包装 我现在是当是传逻地盐 我现在有一个人要包装 被迫迫 不见了 小姐 都闻得你的 你是反应 这人人要包装 那有很多人要包装 我现在小姐 就有很多人要包装 这对 我这么多人要包装 大哥是不了房子 不了工资 不了存款 一言不合就唱歌 整个大写心情也越来越烦躁 要不是在录像 怕是这回120已经在你家楼下了 大哥到底是来相亲的 还是来为你的网红之路 铺路来的 赶紧说正题 我对媳妇是最最好 我那时候我自己不吃 我得把好吃的给媳妇 我那时候我自己不穿 我可以买便宜衣服穿 大哥给我的老婆 只要他给我这些事宜 谁不这些事宜 谁出嫁个好呀 你说有吃有喝有住的 谁出来骗钱来了 你说哥们 你说谁骗感情还是骗钱 这俩就走到一起了 也很难老婆能融洽 我老婆的话一点毛也没有 那你又见我一句 你说你一点不给我面 此时 王大姐就像一只炸了毛的伙计 大哥说啥都被对 好在大哥心胸宽广 一点都不放在心上 而且还免费给大姐上了一个 什么叫福 福 第一个得和气 第二个得通情搭理 然后你说话呢 女人说话得靠温柔善良 我哪句话不温柔不善良的 那你不是你的狗直播 你的狗直播 我说我不咋支持 我也没说别的 我不善良 我怎么说话都是有毛病的 他说什么早起 对什么好 我说啥了吗 行了就这么着 行 咱正正着吧 你你先 你别着急 别着急走 但是你没说是他搞直播呀 谁说他搞直播呢 这俩人一个没教养 一个太浮夸 还都挺有个性的哈 虽然大哥的相亲失败了 但也有所收获 至少提高知名度了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爹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 过来 感谢观看